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鲁蛋TV,我是你们的鲁蛋 第一个问题,小姐姐是在哪个地方上的大学,现在上的是大级 其实从我最后的那个视频里面,大家应该也可以猜到 其实我是武汉大学的,之前一直不想透露出我的学校的话是 怕我的同学把我认出来 但是现在我已经在朋友圈和空间里面都发了这个事情 所以说也不怕他们认出来的,是武汉大学的 然后有问我今年上大级,我其实已经大学本科毕业了 今年是研究生的第一年,可能就是看起来比较显小吧 其实已经22岁了,挺老的呢 我是2019年考研,然后考的本校 对,所以继续还留在武汉大,读两年的研究生 没有读博的打算 主要是怕秃头,因为现在的头 大家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发际线已经很高很高了 所以已经没有在那个读博的打算了 有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学的摄影专业或者是新闻专业 其实从我的发际线大家也可以猜得出来 我是一个标准的工科生 我学的专业是 是一个很标准的工科女 对,剪视频这个完全是属于个人的爱好吧 其实也不是说什么个人爱好 就是在医院里面太无聊了 然后就去小红书上面看各种那种VNOG的剪辑视频 也有很多人私信我说发现我换了新的睡衣 问我们家到底有多少套这样子奇奇怪怪的这种花睡衣 有很多套对很久之前买的吧 我也不知道我妈从哪里买来的这么多睡衣 等会我要问她一下的 之前就是陪伴了我那么多年的那套红色的 在医院里面穿的那一套睡衣睡裤已经被丢掉了 但是我在家里面发现了心得 就是这一件 超级喜庆 她还有一个那个配就是配套的红色的一条睡裤 我现在每天都穿着他们在 还有人问我平时还会继续更新视频吗 跟肺炎相关的视频就是病房日记那个系列我是不会再做了 对因为现在已经回家了嘛 病房日记也没办法做了 但是之后可能会更新一些别的视频吧 比方说日常的生活blog啊或者是这之内的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之后会做一些什么方面 因为我们大概还要在家里面待一个月左右吧 可能还要一个月才能回武汉去上学 所以这一个月的话 在家里面除了上网课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我会尽量的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素材来捡新的视频 宜昌现在基本上是全面封城了吧 现在出行的话必须要拿那个通行证 宜昌的街上只要你没有通行证被警察旁问到的话 是会直接被带走的 我们现在的生活物资还是有保障的 每一个小区都会有一个专门供货的一个供货商 像我小姨他们昨天她在外面买菜的时候 她说现在超市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的放进去 就是你第一个人进去买完菜 然后才会把它放出来 第二个人才能进去 她说她买菜的时候排了半个小时 还是排了一个小时的对吧 排了挺久的